兄弟们,我最近在和朋友们玩弹仔拍队超人竞技场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超强的玩法 大家请看 我大招空了 普攻空了 一技能空了 二技能空了 然后这个射手 就死了 连人都没碰到他就死了 大家看这波啊 我开局就开着大招往对面脸上跑 我都看不见我的队友 对面应该也没看见我的队友 但是打着打着 我队友死了 可见对面伤害是很高的 但是我们根本就不掉鞋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行不行啊,小粉 快去吃个加伤害的 看到了吧兄弟们 只能用离谱来形容 一个激光,两剑,一点鞋没掉 是对面伤害太低吧 看我们家这个蓝铃王 蓝铃王引着身敲摸的过去 被人家发现了一炮送走了 可见他们的伤害是很高的 但是,在我们的死肉大帝面前 一切都是自取灭亡 这小粉蛋射了两剑之后 彻底没招了 开始秦王绕住 那么好,我们就在中间待着 如果说你也想拥有这样的实力 那就必须装备一张这样的卡牌 有翻价还不够 想要肉的同时获得更高的伤害 我们还需要装备复仇神力 青莲,你死了我伤害的提高35% 你能不能去死啊? 你打发啊,兄弟 队友不肯就范,也没有关系 我们还可以使用双半联心 青莲,我受到的伤害30%会转给你 恢复效果50%也会转给你 那可以啊,我也能不去啊 我没回血技能啊 啊? 当然了,光肉是不够的 我们想要拥有无限续航 必须要装备上生机勃勃 没用一个技能,就能恢复6%的血量 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涌动技 队友死了,没关系 越打血越多,如何呢? 这种沐浴在泉水中的感觉 又是让对面放弃抵抗的一天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了这些 你还不满足 那么,可以在此基础上 让队友再玩一个加血的辅助 那你俩这是纯走到哪儿,满到哪儿 一直都是满血 我说实话,都不需要出手 俩人就在擂台中间一蹲 就看着旁边的毒往中间缩 毒缩完了,你们也赢了 尤其是,再翻一张有灼烧伤害的卡牌 那不纯穿了个红脸斗篷吗? 就个中间站着 这人跑过来一个被摔给他自己摔死了 这我也没动他呀 你呢?你怎么说? 这个他玩个答应啊,兄弟们 我好像也玩了个答应 不过我说实话啊,兄弟们 就我们这又有红脸又有反甲的 他靠近我们一点就爆炸 总结一下,就是玩这个蛋小荒 那个卡牌,兄弟们 你全堆肉 然后主要就找那个反甲和放进的灰血 只要有了这两张牌 孩子,你无敌了 今天的运气很不错呢